《路加福音》二十二章 第五十四到六十二節 他们就逮捕了耶稣 压到大祭司的府邸 彼得远远地跟在后面 违兵在原子中央生了火 违着座下 彼得也坐在他们当中 有个婢女在火光下发现了彼得 就一直盯着他看 最后他说 这人是跟从耶稣的人 彼得却自口否认 你这个女人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过了一会议 另一个人也看着彼得说 你肯定跟他们是一伙的 彼得反驳说 不 你这个人 我不是 大悦一小时候 又有一个人咬定说 这家伙肯定跟他们是一伙的 他也是加利利人 彼得却说 你这个人 我不知道你就是说什么 哦 话还没说完 鸡就叫了 那时候 主转过身 望着彼得 突然 主的话闪过彼得的老海 就在清神鸡叫之前 你会三次说 根本不认识我 彼得就到丸子爱 痛哭起来 再一次 再一次 认识我 再次 转过身体 再次 转过身体